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刘先生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香布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要讲一讲香港市民有一个自私行为 就是关于乘巴士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会发觉到 我们当想上车的时候 一想着想走进车厢里面 看到那些人在八达通的机箱附近 或者入钱的箱附近 沙跪着 你明明看到里面是有位的 不要让自己想走进eronomy 还是能备在中间的位置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 如果你不走进 далее 下一个实施連上车都没有 unk Но importante 我们经常发觉 里面明明有很多位置 就是人们塞在前面 令人上不了车 我也觉得这个行为相当自私 终于我们看到 新近有一宗网民拍的片段 有位阿姐终于忍不住这个情况 冲出马路 拦住巴士 真的很勇武 阿姐 因什么解救 据说他等了几班车都等不到 就是因为那些人 明明里面有位置 不肯走 搞到巴士司机都见到 已经是门了 所以就飞站 阿姐忍不住 就冲了出去 这算不算是违法达意 违法达意 真的 他是不是达到2 不达到 所以 我们今次在节目 就帮他说一说这件事 或者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怎么看 希望各位乘搭巴士的时候 就算你自己未必是 塞在最尾的 麻烦都跟别人说 前面有人想上 可不可以走入少少 有礼貌 我想那些人都愿意移动 记住 好像这位阿姐这样做 有机会触犯法例 不过我们说到什么触犯法例之前 不如来看看片段 当时阿姐有多勇武 好 好 准备3 2 1 去片 Let's go 因为那些人不愿意进去 所以阿姐就不愿意进去 所以阿姐就不愿意进去 嘩 嘩 真的有很多位置 走吧 動吧 都不动 都不动 塞住了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人在这里 然后等了两三班车 嘩 明明有多少位置 嘩 真的没说错 中间还有些空间 但是很多人 就在前面的位置 靠近司机 那些位置 就站得很密 是吧 很明显的 为什么要这样塞住 你退进去 不行的吗 可能他们准备就快下车 还是怎样的 如果你走到最入 要叫人不愿意 才能出来了 而且在最入 那里 尾巴也太小了 有时候站得不舒服 又怕碰到人 迫迫劫 是感觉不舒服 但是你明明后面有位置 你令到其他人上不了车 所以你见到阿姐 为什么要顶住他 就是这样的 就是生气 明明有的 可能上得一两个 司机就不准上了 可能那些人 已经塞到在门口的楼梯仔 已经站在那里 所以司机也无奈 要关上门 你就走 你看看 最前面那里 迫到爆了 但是后面就这么松动 这些人自己 会很无意思的 这些人 我也不明白 真是好意思的 是好意思的 其实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不动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站在前面那些 真的不动就不动 因为大家都不动 大家都不动 所以大家都很好意思 其实就是 其实关键点 我们看到 就是中间 近着 下车的门 那些人 他们如果顶住在这个位置 就算最前面那些人 他们想移动 他们也不能移动 因为这些人 他们不动 你看看 这位大姐 他顶住了 明明巴士也知道 被大姐顶住了 他们不能开门 你不能开门 这些人最自私的是什么 他们还要当看不到 当不知道 当没事发生 继续站在那里 你看看 好像红衫 拿着外卖饭盒 这个人 他是完全不动 如果他愿意 他假认不知道 他又不愿意动 假如他愿意动 其他又会跟着他动 一起走到车厂尾 其实就不会有类似的情况 其实最关键点 就是近着 现在中间位 这个顶住了 他又不肯动 这些人最自然的情况是什么 还有那种格衰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动 即是如果他一动 他又不动 即是炒车 即是认自己顶住了 搞到就开不了车 是吧 是呀 那也是 你不动 我不动 就是这样的态度 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先动 为什么要我先动 为什么要我先动 他先动 我就先动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是吧 或者可能我下一站就下车了 你们要动 你们就动 你们喜欢 自己跨过我身后 我就立村了 即是跨过我身后再走到里面 可能会这样的 你看到完全没有反应 其他人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 右手边那个 他那个又不再走进 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走进去 其实大家就会一人让一步 就差很远 是吧 是呀 即是有时候 大家应该要保持一个 礼仰的态度 那就可以才能做到 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不是的 尤其是在这些下班的时候 大家都想着 希望可以快点回家 可以休息一下 谁不知 你又不让他 他又不让他 搞到每个人都在洞 所以就搞到这位 这位嬸嬸 也是很生气 所以才做出出格的行为 我们看到巴士站 其实真的很多乘客 在等着上车 也有网民就会说 咦 那巴士司机 你有没有工作 你自己拿到那个镜子 都会看到 车厂里面究竟是怎样的 甚至乎有些先进一点 由小朋友电视 可以看到 车厂上层和下层的环境是怎样的 你明白吗 知道 他们里面 后面是有位的 为什么你不吭声 你不是懒 你不是司机有责任 据说 有人说 他也是认识巴士的车长 他说 司机已经在较早前的一个站 已经叫那些人 麻烦走进去 但是那些人 不肯走进去 究竟是司机的责任 还是乘客的责任 这些绝对是乘客 我认识 是乘客的 你说司机他一个人而已 乘客这么多人 个个都不肯移动 不肯听司机话 那司机可以怎样 他都要继续开车 也不能拖太久 对吧 乘客自己衰格 压住位置 死都不肯移动 对司机来说 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 只能够继续开车 你要离开车 你想想司机 如果你不离开车 第二辆巴士也要买站 难道乘客不移动 你就不离开车 那你就顶住了其他车 买站 不是只有你一条线 用这个站头 如果顶住了其他人 进不了 又是麻烦 那你走着走着的时候 你要顾着交通的道路安全 你又不能够再跟他们说 叫他们继续 走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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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点 你不能这样做 你又不可以叫他们 没有理由 停车一旁 然后走过去跟他们说 不过我也记得 试过有一些巴士司机 我见过的情况是这样 他叫我们在前面先 之后他就打开了 下车的门 他就叫大家 在那只门再上去 那你就能进去 他都知道前面的人都堵住了 当然不是每个司机都会愿意这样跟你做 而且未必每个乘客都会愿意这样 因为怕有些 原来是无法的 跑得上去 那又是麻烦 是吗 是呀 没错 所以有时候是难搞的 我见到这些情况 我都觉得很头痛 我自己都遇过不少 这些情况 很无奈 很无奈 因为始终乘客是多的 大家 你不动 我不动 那又可以做些什么 什么都做不到 你不能够指挥那些乘客 叫他们站厚一点 他们死都不肯动 难道就卡在这儿吗 司机都要开车 好像这位沈沈那样挡住巴士 不行的 是没错的 他不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他的确是 派出了一个信息的就是 香港很多人都很自私的 是不是 自私到他都忍不住 我见到一些网民说 我都会这样做 你说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跟他这样做 你说了吗 是啊 因为我自己试过 上车之后 发觉里面有很多位置 但自己都紧紧 站在楼梯 我说 里面麻烦你走进去 那些人是没有反应的 我都试过 其实几次都是这样 即是上班时间 大家都很想上车 还是怎样 这位阿姐 说回来 拦着车的行为 为何会违法达易 希望他不是真的 觉得自己很有义理 有机会触犯这个法例 就是根据道路交通条例 里面的第48条 如果行人无故走出马路 或者乱过马路 是可以被罚款2000元 还有第49条条例 也列明了 如果行人没有合法的权限 或者合理的辩解底下 这样干扰这些车辆行驶 也可以被罚款5000元 还有监禁12个月 很大罪名 要很小心 千万不要这样 而且你自己走出马路 你自己都危险 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车 甚至乎巴士看不到你 还是怎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你穿黑色衣服的话 真的挺麻烦的 不过这位大姐很幸运 她穿涂红色 有点反反的光 除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巴士以外 其实港铁也有这些情况出现 很多人顶住了 在门口位 但是你明明看到车厢 就是打横的座位 前面 就是中间的扶手位 你明明看到 还有一些空位 就是那些人自私 又是顶住了 在港铁上落的门口位 搞到你不能进去 如果上班 如果遇到港铁这些 还猛烈 没错 遇到这样的情况 除了猛烈之外 又可以怎么办 两个字 自私 没错 就这样自私 有时都很无奈 你这样拦着巴士 都不会改变到这个世界 只能够告诉大家 在这个社会里面 自私的人都是佔多数 怎样在一个 这么自私的社会里面生存呢 我相信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 这些是迫巴士 迫不上去的 我认为 就无需要 做一些这样的行为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很多人都很自私 这次等不到 唯有转过另一班车 又或者走另一些路线 又或者再等多一会儿 不是有什么办法 是吧 我都想不到有什么办法 其实 如果当一个社会 你见到这么自私的情况 当你自己有所损失 你久而久之 就算你是一个很大爱 那些什么胶 什么胶 左左右右那些胶 你都会 开始的人 不行 你对别人仁慈 即使对自己残忍 对自己残忍 对自己残忍 对 你便会走进了一个森林 一样 弱欲强食 你不咬人 别人都会来咬你 哇 其实这样的话 社会的风气 真的会不好 人人都会先为自己 立了自己的部分 不要和别人不分享 其实我们当时 看什么东西 理大为成 就是这样的 他们最初都说自己很有战意 就说要守住这个理大 就不让警方攻进来 就当正自己的城寨 又有什么厨房佬暴徒 在那里煮饭给他们吃 又说在里面 什么气势如虹 就弄汽水油多坦汁 都到他们后期 出现一个物资短缺 或者对于自己的否定的时候 开始就信心就开始叫崩溃 也出现了这种森林定律 和自私的性格 就是郭智郭 就拿一些食物 水 其他不同的物资 切纸也好 什么都好 收拾纸皮 给自己人来睡地 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这样 你有一堆我有一堆 你一个人我一个人 你不要来搞我 我又不要来搞你 你们本身不是一起 要去这样守住理大吗 为什么你们会去到这么自私 人性的一部分 我相信是 改变不了的 也不能够要求他人改变 始终都是人性 对吧 但是要看看 为什么这一类人 会这么多 会形成这种性格 就算明明 你看到有人在前面 顶着一辆车 你也不愿意走进去 究竟是斗戏 还是想看别人 好像激得生虾 跳好好看 还是什么心态 我有时候都很想知道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想法 为什么明明去到别人 挡住车 看着外面 你隔着车厢 看到外面 看到这么多人 上不了车 你自己明明看到后面 是有位的 为什么你愿意走进去 还有车头的人 为什么你又不愿意 开一句声 大家愿意多走一步 大家愿意多走一步 整个社会的氛围就会好很多 去到这样的位置 人们都不愿意出声 是当看不到的 就是装睡的人 叫不醒就是这样的 其实不单只塞住门的人是自私 或者塞住路口的人是自私 站在前面 看到这个情况 都不愿意出声的人 都是自私 对 没错 而且没有羞耻心 你明明看到外面 那些人没有位置 上车 所以又进不了 然后有个阿姐出来 这样挡住 正常来说 有些同理心 你真的会走进去 这些測引之心 人家有知 当你想到 假设你能回头 你是外面 在巴士站的人 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自己会怎么看 其实这个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会否抱持这种态度 即将心比心 咀一声 你幻想一下 你就是他 他也是你 你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 人们缺乏了这种心态 还是怎样 这种心态 有时 都是跟 每个人有自私的心态 有冲突 所以会造成一种这样的情况 怎样自私法 例如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中间真的有位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不如你先让 我心里想 旁边的 希望你先让 我接着会让 而另一个人 又想起 我是否应该让我先让 大家互相等候对方 谁走第一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停了 变成一个跌落 大家你等我 我等你 你先让我先 我不先的 会不会是这样 这个其一 如果以台阳的逻辑 再演变下去 有一类人 他会要求别人 让给他 但他自己 又未必会让给你 他会要求你这样 但他自己 又不会这样 这些双重标准 亦有这类人 我们较早前也说过 那些年轻人 去寿司狼吃寿司 说日本人训练出来的 公司的员工的态度 招呼很好 很专业 很礼貌 他觉得很过瘾 吃得很开心 很舒服 很尊重的感觉 谁不知 到他自己 真的要做寿司狼的时候 就觉得这样的行为 原来是很白痴 其实社会有些人是这样的心态 当然 你说一样米样白人 一定有这些人 但如果当这些人 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对于社会 是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有时候我见到 这些自私的情况 不单止是 巴士 港铁 甚至乎轻铁 都有类似的情况 明明中间有很多位 那些人都塞住在门口 又不肯进去 也有的 我在台湾搭巴士很有趣 司机会开麦骂 是这样的 是呀 你不走进去不开车 他不是不开车 就是骂你 你呀 在说你 快点走进去 你知道很多人在等 很贵意 你去想想 是否你自己 可能是否在骂你 还是怎样 当你又不知道是否自己 有些人的目光 会看着你 你就知道 原来是在说我 那你就自己走进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否要这样骂 才是 骂到你觉醒 还是怎样 像是呀 因为大家害怕会被司机 开麦骂 因此 台湾就比较少 塞住了一条路 哦 这样 我乘搭巴士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也被司机骂过一次 我也不知道 原来他说我站在那个位置 就会挡住去看 那个倒后镜 不知道在哪里 我心想 原来这个位置 都会挡住你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戴着个耳机 然后我看到那些人拍我的肩膀 才知道原来是在说我 就是叫我站进去 真是笑了 肚子都乱了 希望大家一人一步 就可以海阔天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类似这些自私的情况 哎呀 真是我不胜数 希望大家一起做好它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